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11号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接着昨天的节目讲 昨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谈了欧美呢要跟中共脱钩 尤其是美国和日本都宣布了由政府承担所有的搬迁费用 要求美国和日本在中国的企业在2020年度 就是今年必须把所有的这个企业都撤回来 撤回日本和撤回美国 那么欧美这次这个脱钩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叫硬脱钩 也就是企业你愿意不愿意政府的要求你必须脱钩 因为过去呢川普呢他仅仅是通过中美贸易战 要求美国企业及早的把企业撤回美国来 如果不撤回美国来你在中国生产的产品 你想卖到美国那要加很高的关税 最高的加到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五十都可能 你如果在中国继续生产你会承担很高的关税 你应该是撤回来所以过去那种撤呢应该叫软脱钩 也就是企业考虑到自己的经济利益 那么在中国要交那么多税收啊 因为很多产品在中国生产了以后最终都是返销美国的 你比方我们举着最简单的例子 苹果手机啊苹果电脑啊都是这样嘛 大量的那些电子产品在中国生产以后最终都是返销美国的 那到美国川普加了很高的关税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企业就会考虑要不要撤回来 但是考虑到一旦把一个企业撤回来 这个大量的这个搬迁有非常多麻烦的各种条件啊 以及各种设备啊还有大量的人才啊 以及包括一些财务啊 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很麻烦的搬迁事物所引起的巨大的各种利益 各种经济负担 那么这些经济负担怎么去解决呢? 现在川普政府也好日本安倍政府也好都告诉你由政府来承担 你所有的搬迁费用政府通通给你 你那些设备如果你觉得很难搬你就不要了 不要了这些设备损失的费用政府给你买单 所以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理解就叫硬脱钩 那么硬脱钩以后会怎么样? 今天我们节目重点讨论的就是 如果欧美和我们全部脱钩 日本和中国脱钩脱钩以后中国会怎么样? 脱钩以后中国一定是权力脱僵 也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权就脱僵了 也就是没有任何欧美企业在中国的生产 没有中国大量的外贸企业出口 全部是失业的人群以后 中共的权力必然是脱僵 那么脱僵以后中共怎么去巩固这个权力呢? 怎么去保护它这个权力呢? 我可以认为也就是二次文革的这个气味 我已经闻到了 就是中国会重新上演一次二次文革 而且共产党的垮塌就在跟着你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发生二次文革? 发生二次文革会在中国有什么样的群众基础?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讨论的重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习近平这两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在这个常委会上面呢 习近平明确就说要求全党要做好长期的和外部势力进行斗争的 外部对我们进行强大压力的一个斗争准备和思想准备 也就是习近平和中共已经完全意识到 这个疫情之后啊 全球都会中国要求中共进行赔偿 而且全球都会中共施加一个巨大的压力 所谓脱钩硬脱钩大量的美企日企从中国测出 它实际上就是脱钩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也就是美国和日本他们首先是把他们的侨民测过来 然后是把他们的企业扯过来等到他们没有侨民在你这没有企业在你这没有财产在你这 这时候想对你怎么清算都是可以的 因为欧美现在对中共要求清算要求中共赔偿的护身已经非常非常高 那么中共他会愿意赔吗 你觉得习近平会愿意赔吗 可以讲中共就是一个流氓政权 他们不仅不认为他们有责任 他们还认为他们给世界做出了榜样 全世界人民还欠中国一个感谢呢 现在如果要是责任责任是你美国的 现在不但是中国不会赔你美国 你美国还要赔一点给中国 这是中共它一贯对老百姓愚民宣传的强调 但是中共内心里面清楚啊 你对老百姓怎么骗对老百姓骗啊 但是我们这个政权能不能稳固住 这在于我们自己怎么决策啊 所以说中共它很清楚 在欧美都会对中国要求赔偿的情况下 中共第一是耍无赖不想赔 但是你不赔就有没有可能导致欧美对中国进行清算 这种清算是多方位的一种是扣押中共 它已经在国外买的这些国债 这是一部分资产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企业 在美国在欧美上市这些企业的资产 有没有可能被当地国家把它扣押执行 把它变成这个赔偿款 这是两方面 第三方面就是海外有那么多贪官呢 贪官有那么多资产呢 如果动了贪官的资产 那共产党国本就动掉了 因为共产党所有的官员在中央委员以上这个级别 几乎没有哪一家 他们全家没有放在海外有资产的 没有在海外没有豪宅的 可以讲至少是在中国省部级 那么中央委员就更不要讲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的那些元老中共那些红二代 他们各个在欧美发达国家都有他们的资产 都有他们的家属 都有他们的亲人 老婆小三私生子一大堆 所以说如果这一部分被欧美国家把他们插出来 把他们驱逐把他们的财产扣押 把他们的财产来清偿的话 那多少钱都是够赔的 中共知道他们的家里面人贪了多少钱嘛 可以讲几十万亿几百万亿都不在话下嘛 他们早就把这些钱贪光了嘛 那么欧美用这种办法怎么办 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 美国现在有新的方法 一个你可以看到处理伊朗的苏莱曼尼 苏莱曼尼直接就是一个无人机就解决了 也就是美国的无人机就可以解决中共政治局委员以上 或者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军队里面最高的负责人 中共只要是有这么一两个人被斩首 包括习近平本人被斩首这个政权立马就垮他 也就是美国动用无人机对中共最高领导人斩首的方式 是完全可以退行的 那么无人机推行斩首这是一种方式 当然这是最后的方式了 也就是中美之间完全是为敌 美国已经宣布中国是他的敌人 习近平已经是他通缉的药犯 这样美国对中共进行打击 对习近平进行斩首就有他的法律记者和他所有的思想基础 那么把习近平走到这一步的可能有没有完全有可能啊 委内瑞娜我们就可以看到委内瑞娜的总统马杜罗 美国就把马杜罗定为他们最大的这个通缉犯 是因为马杜罗长期把毒品输送到美国 那美国把马杜罗这个家族和马杜罗本人定为这个贩毒分子 定为战争犯子定为对美国国家有妨碍的主要的通缉犯之后 美国首先是悬赏马杜罗然后悬赏马杜罗的时候 还把马杜罗的两个副手两个国防部长总参谋长这两个将军也悬赏了 那两个将军一听到悬赏令第二天就投诚了 马上就向美国自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马杜罗他都不得不跟美国谈条件 就让马杜罗有一个流亡的条件 他愿意把政权交给美国能够信任的一个五人委员会 这个五人委员会主持全国一年的工作 在这个一年期间他们这个国家进行大选 大选选出新的领导人马杜罗不能参与军选 马杜罗他可以美国留他这条狗命让他流亡国外 所以马杜罗这个榜样已经给习近平看到了 吐死湖碑啊习近平来不及就跟马杜罗去通电话 就跟马杜罗打气啊 所以我认为马杜罗流亡的国家很可能是会选择到北京 问题是他真的到北京 像丧家之权一样跑到北京时候 北京那时候对他的态度肯定不是今天对他的态度 今天习近平还要利用他所以对他打气 等到他那时候到北京很可能很可能就被北京卸磨杀驴了 但是习近平现在给马杜罗打这个电话 可以讲就习近平公开的向全世界向国际社会就表达了 他决心跟邪恶站在一起 他不怕马杜罗被你美国通缉 即使是被你通缉的习近平仍然要跟他通电话 为这件事呢白宫有一个记者专门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面 问了川普 川普听到这个消息后 川普就说他很生气 那么那个记者问他 你会不会对这件事做出你新的决策 你有没有跟习近平讨论过他跟马杜罗通电话 是不是意味着他表达对美国通缉这个政策不满 他去安慰马杜罗 川普就说这件事我会很生气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跟习近平去谈话 我呢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每天晚都睡不好 这是一个安全 这里回重远保工作 连续在中国方囇军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laced the $15 million bounty on Venezuela's Nicolas Maduro and we have news this morning that President Xi is talking with Nicolas Maduro expressing his financial support for Maduro So two questions One, have you discussed with President Xi the U.S. policy on Maduro? And two, how does this affect U.S. policy with regard to its war on anti- 這是川普他回答這個記者 他比較圓滑地去把這個問題代過了 就說呢他很生氣這件事他還沒跟習近平討論 問川普話的這位女記者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女記者 為什麼你可以看到這個女記者在我過去播發的片子裡面 他已經有幾次問川普的問題問的都非常尖銳 這個尖銳都是支持中共 也就是他是完全秉持著一個正義價值觀的這個女記者 我一直忘了他的名字了 這個人我一直關注到他 他實際上是美國白宮這個記者社會要排斥這個記者 也就是他希望能夠參與採訪川普參與白宮的記者招待會 白宮記者協會是不給他發記者證的 他進不去的後來是白宮官員認為他可以以觀察員的身份 給了他一個白宮的這個記者通行證的讓他可以進來觀摩 那麼觀摩他就沒座位你觀察他 他每次提問川普之後他都是站在角落裡面站在門邊上 他沒有座位的他不是正式白宮協會通知可以進場的記者 有資格坐在那兒有資格舉手發言得到總統許可以後可以發問了 他每次都是站在門邊的 但是他的優秀表現早就引起了川普的注意 因為他每次問的問題就是川普想問的或者川普想答的問題 所以川普經常會直接點名讓他提問 這就說什麼這就說明美國白宮協會呢 他已經控制了白宮這個記者提問的入場券 這些左媒他們早就被共產黨滲透和破壞 但是仍然美國有很多秉持正義價值觀的記者 這就像美國之音一樣 美國之音裡面雖然他整個這個電台 他上層領導已經完全被輔視拉攏 已經敗壞了美國的道德價值觀 但是美國之音裡面有大量的普通工作人員 無論是前台的主持人還是後來的導播啊 編輯啊記者啊 裡面有非常多的人都是可以講他們秉持的正義的價值觀 他們維護著美國人的立場 很多人我認識的我認識的人我就不一一去舉名字 很多我認識的人或我不認識的人 他們都在這個崗位上面傳達到他們自己的正義和良知 所以說對美國之音的批判 絕不是美國之音裡面每個工作人員都不好 而是美國之音這個裡面的上層領導 他們已經違背了美國的正義價值觀 違背了美國之音建台的憲章 違背了美國之音 他一個戰後七十多年所建立的一個自由輿論的基地 向全世界那些還在受壓迫的人民 提供自由民主聲音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輿論基地 已經違背了這個已經違背了這個價值 這是他的領導 而普通的美國之音裡面的很多工作人員 他們都能夠秉持著自己良知 在他們的戰鬥崗位上面仍然在默默的努力 所以我們一定要看到這一點 因此我介紹的白宮的這個女記者 她就屬於這一類人 就是說她一直傳達到一種正義和良知 而每次她的正義和良知被川普都能夠捕捉到 好我們不把話題扯遠還是談中國 就是談中國在這次印度過以後 印度過以後中共會採取什麼方式 中共會面臨的一個什麼樣的處境 我們簡單一點講啊 川普總統在他自己就任總統之前 他曾經有過這麼一個競選諾言 就是他當任以後 他會把美國的這個失業率大大的降低 給美國創造歷史上最好的就業率 川普是這麼講的 川普也是這麼做的 川普就任這第一個任期還沒有結束 在前三年可以講川普的成績是成績斐然 川普已經把他的這個就業率提高到美國戰後以來 最高的這個就業率 也就是川普他完成了美國最好的一個就業狀態 這本來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是這一場疫情就把川普所有的成績把它歸零 僅僅是中國病毒傳到美國就兩個星期 就回到了美國的上個世紀的1930年 目前美國的失業人數已經達到了一千七百萬 可以講美國大量的失業人群啊 每天都在打電話給美國呢申請這個救助金 我認識的一些美國人他們講電話打三天都沒有人接 為什麼裡面放的始終是那個音樂 放的錄音聽那個音樂把耳膜都聽麻了 這也就是說多少美國的失業人員在申請他們的失業金 那麼美國那麼嚴重的失業率 你覺得中國是多少呢 中共政府是不會給你真實的數據的 但是你通過美國的失業 你就可以判斷出中國 也就是說美國有一千七百萬人失業 美國是一個總共只有三億多人口的國家 美國的就業人群 美國上班的人群最多也就是1.5億到2億 也就是這1.5億到2億的這個工作人群裡面 其中有一千七百萬人的失業 也就最起碼是百分之十五 那你算上中國吧 中國有十四五億人 中國這個工作的人群最起碼要有一半吧 最起碼要有七八億人是上班的吧 這七八億人裡面如果是有百分之十五失業的話 中國怎麼樣也得有個一兩個億的人失業啊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一旦失業也就意味著美國的這個產品全部停滯了 美國的工廠都停滯了 美國就不可能想中國在下什麼訂單 中國沒有訂單就一多月的所有的外貿企業全部是停工停產 你看看現在珠三角長三角現在有哪一個外貿企業還開工啊 他們沒有訂單他們開什麼工啊 所以動不動中國人要消滅美帝國主義 當美帝國主義停下來 當美帝國主義不生產的時候 中國所有的外貿企業就和西北風 而外貿企業和外貿訂單是中國就業人群裡面最主要的一部分 因為中國的就業人群可以講就是兩大塊嘛 一塊是主要是歐美到中國投資的外企 還有一個就是中國外貿加工代工的這些中小產業就是這兩塊 撐下來就是中共龐大的一個官僚體系公務員維穩人員了啊 中國就是這三種人員組成了中國整個的就業體系 其次就是為這三個體系裡面所服務的那些服務人群 那服務人群首先是在於你們掙到錢你們來消費啊 如果你們掙不到錢你們不來消費 那麼服務員肯定就垮塌了 所以中國的這個製造業中國從事真正生產能夠創造就業的就是這幾個行業 而大量的外企撤出首先在外企上班的人員就下崗了 那麼外貿企業接不到訂單 大量的外貿企業裡面代工的這些人員也下崗了 這兩部分人就馬上就造成了中國大規模的失業造成了大規模的失業怎麼辦 可以講大規模的失業就是大家都回家大家都沒收入啊 房貸就還不了嘛 房貸還不了沒有收入那麼生活怎麼辦呢 可以講大規模的失業不是最壞的時候 最壞的時候就是全球 當他們把企業N脫鉤企業都撤出以後對中共進行討伐 要求中共陪葬的時候中共一定會迎來第二次大饑荒 那個大饑荒時候包括糧食都是糧荒的 中共國務院剛剛撤掉了國家糧食局的兩個副局長就是糧庫的賬對不上嘛 跑到你的糧庫一查你這個糧庫裡面的這個賬本和你實際的成糧書對不上嘛 那些糧都給你們腐敗貪污給你們倒賣掉了吧 每次查糧都會燒糧庫嘛 自古以來中國只要是皇上查糧庫糧庫一定被燒這次又燒了好多糧庫 所以說中共國務院撤掉了兩個糧食局的副局長就是因為中共感覺到糧食要慌了 全球現在都減產最後你是進口不到糧食的進口不到糧食自己又沒有糧食而存糧已經被這些說出倒光了 你說中國老百姓會面臨什麼面臨的絕對的饑荒 所以這個饑荒到來的時候你即使有扛二百斤麥子的體力也沒有二百斤麥子給你扛啊 你能扛到二百斤草就不錯了問題那時候二百斤草也不一定長得出來啊 也沒有那麼多草啊一人一天一斤口糧也就意味道一天一人最起碼要吃一斤草 全國十四億老百姓就要吃十四億斤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說中國要有多少噸草能供給這麼大的一個人口量 所以說到了糧荒的時候草也不夠啊那時候就不是六十年代吃豬皮吃觀音土啊 那觀音廟的渣光了哪有那麼觀音土啊 所以說糧荒的到來就導致了中國這個百姓啊他一定是走入絕對的饑荒 那麼這個大饑荒到來的時候中共他不要考慮他的這個政權 考慮他這個政權穩不穩呢 那麼當這個政權不穩的時候怎麼樣去穩定這些愚民 怎麼都去鞏固他們的政權呢 講起來他們可以叫老百姓勒好苦腰帶準備吃草過苦日子 但是這個吃草苦日子老百姓沒有去常遺跟他喊口號是可以 真叫他吃草過苦日子的時候過得下去嗎 所以中共他一定是要轉移矛盾的 他不能讓老百姓都陷入在每天要吃草要過苦日子的狀態 他要跟你轉移矛盾轉移鬥爭方向 那麼怎麼轉移矛盾二次文革啊搞文革啊人鬥人啊打土豪分田地啊 鬥那些土豪啊把老百姓那個鬥爭基因把它發揮起來啊 中國的老百姓是很好漁民的啊 中國為什麼有文革的基礎 是因為中國既有專家去愚弄老百姓的這些不良專家不良文人同時也有廣大的漁民基礎 再加上中共建政這麼幾十年來歷史的鬥爭歷史的文革都是中共始終存在著這個大量的漁民基礎和漁民專家 他們給漁民灌輸的這些理論很多漁民是堅信不疑的 我們舉一個例子在整個這個微信圈裡面有一個什麼學習毛選舞卷學習毛選舞卷的一個群 這個群裡面據說都是一些專家和一些被這些專家迷惑的漁民 那麼他們這個群裡面就有專家這個專家都是院士教授啊 他能夠在群裡面散佈這麼一個言論他這個言論說什麼 他說美國現在災情非常嚴重美國這次就完蛋了 現在中國的老百姓相信美國眼看要完蛋的人非常非常多 那麼怎麼相信呢就是這些專家告訴這些老百姓這些歪門邪照 他們把一個中國本身馬上要分崩離析的一個紅色裂變的這麼一個現狀 他們把它嫁接到美國頭上他們說美國馬上就完蛋了 他們怎麼說的我把這個微信群裡面其中有一個專家講的一段話 我發給大家看一看這個話就是這麼說的 美國的疫情在加深孤軍奮戰直至垮塌很可能的結果就是各個州都宣佈獨立 而最終這些宣佈獨立的州都是尋求中國的幫助 美國將會重現20多年前蘇聯崩潰的一波 而作為共同貨幣的美元會成為各個州的州幣 而世界各國呢都會運回他們儲存在紐約金庫的黃金 美國的陸軍空軍也都分解成各州的軍隊 美國的海軍也會解散成為太平洋大西洋沿岸各州的海軍 美國的十手航母將被中國海軍收購換取抗議物資 甚至有些州宣佈加入中國變成中華社會帝國的一個聯盟加盟共和國 而中國的這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在領導全球以後 世界永遠和平世界不再有戰爭 這就是中國這個專家能夠愚民給老百姓 他們跟老百姓能灌輸這樣的理論 就告訴美國也看要分本離析了 美國每個州都要垮塌了 美國的軍隊都會四分五裂 美國所有州都請求加入中國成為中國的一個加盟共和國 最終就是中國兼併了美國中國統一全世界 中國領導全球全國永遠沒有戰爭 全球永遠和平共產黨永遠偉大 老百姓永遠跟著共產黨可以吃草 這就是專家給老百姓灌的迷魂湯 而這個迷魂湯絕大部分老百姓相信啊 他們認為專家講的有道理我們眼看就要吞併美國了 我們馬上就要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漁民基礎是完全存在的 因此中共發動二次文革它文革的基礎就完全存在 因為一個文革的基礎首先就要有這種無恥下作的專家 完全就是顛倒是非的去亂講 而這種亂講和這種亂忽悠會有廣大的漁民相信 大量的漁民存在以後就需要這些漁民一是無知嘛 為什麼無知就這些外門邪道的理論他們都能相信 就顯然是他們無知嘛 第二個是野蠻 所謂野蠻就是他們有一身的勁他們可以去打打搶 因此中國這個土壤上從來不缺這種漁民一無知二野蠻的人 而這些人絕大部分都是那些相對貧困的人 他們對於這些窮人發起二次文革把這個鬥爭對象轉移 把整個中國國內的矛盾全部轉移到共產黨想去揪鬥的那些富人身上 一下子二次文革就完全形成了如果鬥你說鬥誰啊肯定鬥地主啊 中國人一聽說大土豪分田地什麼感覺啊太興奮了 一聽說能夠鬥地主鬥富人分不分到土地再說 關鍵是可以鬥富人抄他們的家炸他們的店鋪 甚至是睡上他們的小老婆小老婆能不能睡看政策 黨的政策好的話就照睡能睡哪裡不睡的呢 所以說只要能夠鬥富人所有的中國窮人都興奮起來了 所有過去國內的所有矛盾那種每天勒緊褲腰帶要吃草的矛盾全部克服了 只要可以鬥富人我們可以把富人家去分掉他們的富財睡掉他們的小老婆搶掉他們的錢嘛 中國的這種仇富心理在中國人心中已經埋下了很深很深的情節 而中共它很容易挑起平民挑起底層互鬥挑起平民鬥富人 而鬥富人中共是最好最容易宣洩的一個靶子一個目標 所謂二次文革在中國一旦形成就會號召中國廣大底層百姓 你們不要仇恨共產黨不要仇恨那個體制 不要考慮是這個制度不好給你們帶來的這個貧窮 而是這些富人這些富人佔據了你們的財富向富人拿錢 因此鬥富人是共產黨非常樂意挑起民眾矛盾的二次文革 這個二次文革一定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 而這個基礎發生就是中國已經名不聊生 大家都失業已經沒有飯吃眼看在吃草或者內進褲腰帶 這時候就告訴你吃大貨鬥地主我們打土豪分田地 把他們佔據我們的財富把它拿回來 所以老百姓全上文革就馬上就開始 全國各地所有鬥富人的這個高潮一下子就掀起 問題是鬥富人鬥哪些人富人哪些富人可以鬥 紅二代能不能鬥你比方說習近平他姐姐齊悄悄齊安安 他弟弟習遠平這些人能不能鬥那肯定不能鬥 中共領導人紅二代中共的那些權貴那些官僚家族肯定不能鬥 你說能不能抓一個省部級抓一個廳局級 我告訴你一個縣處級一個鄉村級一個派出所長你也不能抓 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是碰不了的你鬥不過他們的所以不跟官府鬥 那跟誰鬥跟富人鬥跟那些已經上權落魄的沒有權貴保護的這些富人鬥 而且中共一定會拋出那些比較知名的富人嘛 馬雲啊王健林啊李延宏啊馬化騰啊潘石屹這些富豪 他們這些富豪不僅他們很富裕而且他們還有原罪 因此鬥倒他們這些富人可以把他們的財富搶過來搶過來 搶過來衝共你以為這給老百姓分啊 那麼把他們的財富搶過來把他們鎮壓掉把他們槍斃掉 然後把他們學習了老百姓就出氣了老百姓出氣了可以講共產黨這個矛盾轉移就成功了 尤其那些富豪裡面很多老百姓盯著他們你比較像劉強東這種 如果把他鬥死了把他的奶茶妹妹拿出來不就分掉了嗎 而劉強東他不是講過嗎在他這一輩子可以實現共產主義 那麼把劉強東鬥死了把奶茶妹妹把他共產共棄掉 不就是滿足了劉強東這個共產主義的願望 共產主義在劉強東身上不就提前實現了嗎 所以說老百姓就非常願意跟劉強東去兌現 他在此生就實現共產主義的願望 所以說把富豪全部鬥死了 那麼萬億的富豪鬥死了百億的富豪鬥死了 億萬富翁鬥死了千萬富翁鬥死了百萬富翁也鬥死了 鬥完了富人最後怎麼辦就底層互鬥啊 共產黨就挑起你們底層互鬥底層互害啊 然後老百姓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鬥爭上放在紅衛兵抄家上面 放在紅衛兵互想你咬我我咬你包括底層互咬之外 共產黨的矛盾馬上就轉移掉了 最後就是偉大領袖出來統一老百姓統一紅衛兵的思想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比方說搞建設了 然後把那些富豪們搶奪的財產 中共再把它劃成什麼國有資產 然後中共又開始大躍進大解放了又開始改革開放了 中共這就是一個一個鬥爭的輪迴嘛 它不會挺的嘛 而且在這個整個的文革鬥爭中 不光是鬥富人啊底層互得 還有一個群體在整個如果中國發起二次文革 一定是會被鬥的死去活來的群體 就是那一個就是黑人的家屬 也就是很多黑人到中國娶了中國的女人 而這個被娶的中國女人 如果當時你沒逃到非洲你沒逃到海外 你還在中國一定是被中國一定是被這些紅衛兵 一定是紅衛兵把你鬥死的 因為我告訴你啊真正歧視黑人的就是中國人 中國人對黑人最歧視黑人到中國來 在中國進行的都是些不法勾搭 比方愛滋病啊比方偷啊搶啊 比方說搶佔當地的資源尤其是廣州嘛 大量的黑人已經把廣州的社會風紀 社會治安破壞了一塌糊塗嘛 但是中共保護黑人啊黑人到山東大學一個人三個學伴啊 中共來一個黑人就給十萬二十萬啊 所以說大量的黑人在中國娶了中國的女人生了很多黑孩子 然後這些黑孩子接受共產黨的教育 他們又享受全民醫療免費 所以所有的資源都給黑人贊取了 你覺得這些黑人尤其這些黑人娶的這些女人 中共底層百姓不恨他們嗎? 如果真的有文革這個所有黑人娶的女人一定是被中共文革 文革紅衛兵中國的這些底層人士首先攻擊的 你們這個群體人別怪我沒提醒過你們 如果你們不在中國封疆變的時候即使是逃離中國 一定百分之百是被打擊的對象 因為中國人他一定會找人去發洩的 而這些黑人娶了中國女人的這些女人家屬 他們一定最終是被發洩對象的 因為可以講黑人製造的各種社會動盪 黑人製造的各種社會治安事件 黑人搶佔的資源 黑人給這個社會衝擊和破壞 已經在中國形成了巨大的破壞力 可以講黑人的問題實際上是中共它自己的一個毒瘤 是中共主動把黑人請到中國來的 它目的是最後把這些黑人到中國生了黑孩子以後 然後這些孩子落戶在中國 在中國接受了共產主義教育以後 最終這個黑人帶著他的家屬帶著他的黑孩子 到非洲去統一非洲的 這是中共一個統一計劃 但是這個計劃需要幾十年幾代人完成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來到中國大陸的黑人 很多人都是有犯罪前科的 很多人都是帶有艾滋病毒的 所以這些人就是破壞了當地的社會治安 這些人給社會破壞造成了極大的問題 在歷史上也有很多國家都碰到這種棘手的問題的 人家最終是得到了自己有效的處理 尤其我們舉日本的例子 日本曾經在它這個經濟極端發達的時候 在它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它的電子產品已經成為全球霸主 它的GDP已經成為全球第二的時候 大量的黑人也是偷渡到日本去了 到了日本上來就把護照一撕 就在日本賴到哪來 你反正日本發達嘛 反正有錢嘛 他們就在日本幹 他們又不回日語 他們又不願意打工 他們又不願意付體力 他們又根本沒有智力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就成為日本的一個毒瘤 而他們又特別能生 一下子在日本就通過他們的下一代翻演 最多時候在日本的黑人都達到五十萬 這麼幾十萬的黑人 就給日本政府感覺到極大的擔憂啊 這不知道最終怎麼處理好啊 後來日本政府下決心要解決黑人的問題 也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日本和非洲的一個國家叫莫桑比克 他們關係比較好 就跟莫桑比克商量 就說我這有五十萬的黑人 你能夠把我把這個五十萬黑人接受 只要你接受 每個黑人呢 我是送一千美金的安家費 是給得到他們本人 同時給你這個國家給你好幾億美金 也就是先給你幾千萬美元 讓你做一個基礎建設 然後不斷地給你錢 最終日本就花十億美金 把這五十萬的黑人 通過幾十艘霍輪 郵輪 把他一起送到了摩桑比克 把絕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的黑人 都把他請到了非洲去 那麼以後日本就加強了他的移民政策 所有非洲人你想要進入日本你想移民在日本 想在日本生活的這些黑人 你絕對是要精英中的精英 你首先要過日本的語言觀 也就日語你要非常好 第二個你要過學歷觀 也就你本人的學歷最起碼要大學畢業 第三你是要各個行業的精英 就是你本身要成為你所在行業裡面的一流的精英 你不到這個地步 日本人是絕對不收留你的 所以說這就是我們今天在日本社會 看到很少有黑人的一個現狀 而中國現在大量的黑人如果中國政府不加控制 那麼最終在中國的黑人就不是來幾十萬的問題 可以講幾百萬甚至幾千萬 因為黑人比你中國人能生的多 而且他們是跟你當地的中國華人就生 他們一人就跟你生個十個八個 他們生下來所有的孩子都佔用這個國家的資源 國家給這些黑孩子免費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所有這些黑孩子都是入到外國級 入到非洲級 但是享有的是中國的教育和中國的社會福利 等他們長大以後 中共是期待著這些人 受了中國的赤色文化教育 共產主義的洗腦教育 回到非洲以後去統一非洲 去把紅旗插遍非洲的 這是中共的想法 但是到那時候未必 可能這些人最終他們未必能把你共產主義的紅旗插遍非洲 很可能他們是帶到非洲的反共大陸來進攻你共產黨 最終消滅共產黨的是黑人也不一定 但是中共它不在乎中共有這麼多愚民 所以中國這個文革基礎是絕對存在的 二次文革的發生是完全可能的 只要中共在它自己千里俱窮 它根本沒辦法控制社會矛盾時候 它一定會挑起文革 那麼文革就在眼前 這也就是我們要提醒所有在中國大陸的人 你都要清醒的認識到這個政權最終反覆犧牲的就是中國的老百姓 你會不會成為被它白白犧牲的那個炮灰成為它白白犧牲的議員 就看你自己在關鍵時候 你跟隨這個黨還是反對這個黨 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做到這裡 謝謝大家